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许玉珍提新案 该微不动联署门槛 朝联署方式加研为主 也比照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填连述书时要付身份证赢本 如果有伪造假冒将被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内容都比照民进党吴秉瑞版本 但国民党团团团定前一天安排一场外首页 确保议事顺利进行 却临时取消 就是恶意的栽赃吴秉瑞的提案 倒数的院会里头强行要禁服二毒 他们的意图非常清楚 就是要抢救谢国粮 受惠在即国民党团力拼闯关 将选罢法禁服二毒 而民进党团则要求先送交朝野协商反制 如果进入一个月协商冷冻期 将留待九月下会期开议后 才会正式讨论 不过关键恐怕还是在第三方 传出总招傅昆奇前一天率党团干部 拜会民众党团 但这橄榄枝却没有被接住 悬罢法朝野对峙变数还很大 回来新闻流禁杨仁敦才能报道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